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螃蟹的时候呢 大家都一定要喝酒 喝的是什么酒呢 黄酒 也是黄酒 你看林黛玉 是吧 林黛玉就自争自饮 拿了一把乌银梅花图 是吧 然后呢 挑了一个这个冻食的交夜杯 你看看这个酒具也很有意思 他蒸了半杯 喝了一口就觉得不行 因为吃了螃蟹 心口微微的有点疼 最好是热热的喝上一口烧酒才好 这就提到烧酒了 那也就是说 《红楼梦》里也喝烧酒 这个时候喝烧酒不奇怪 因为烧酒已经开始普遍的酿造了 是吧 我们知道最早出现的是酿造酒 酿造酒和烧酒的不同 就烧酒是用酿造酒在进行蒸馏 蒸馏过的酒 这个度数就增加了 这个酒就叫烧酒 这个酿造酒啊 这个存酒比较困难 它时间一长 因为它是活的 它里边呢 还有一些活性的东西 它还在不断地发酵 所以它时间割长了呢 酒可能要变味 甚至变质 但是烧酒就不一样了 烧酒的这个活性物已经都被 它因为这个酒煮开了嘛 煮开了 这个蒸汽把它收集下来 这个鹿酒就是烧酒嘛 当然 这个烧酒啊 在它问世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 是有争议的 最早有人说汉代吧 为什么呢 就看到汉代已经有蒸馏器了 有蒸馏器当然就可以蒸馏酒啊 但是没有蒸馏酒的任何记载 那个时候有可能是道家炼丹用的 它蒸一些花露 道家炼丹的时候要蒸花露啊 这你看《红楼梦》里边就有玫瑰露啊 什么这些露 那个风露茶 这也是蒸出来的这个露 这个蒸出来露 这个不能说就是烧酒啊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是唐代 为什么呢 就白剧的诗里边就提到烧酒啊 提到烧酒 提到白酒 白酒就是烧酒的另一种称法嘛 所以有人认为唐代就是烧酒 但是有没有这个 这个详实的这些文字记载呢 也没有啊 有没有这个实物作证呢 也没有 所以这个看来有问题 那后来呢 就有人说是宋代 说是元代 那至迟在元代已经出现烧酒了 为什么呢 最有这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呢 是《本草纲目》里边就提到烧酒的制法 你看 说的就很清楚了 是吧 甚至李时珍说 用这个坏了的酒 用坏了的酒啊 用蒸留法都可以蒸出好的酒来 那看来 古人之所以造烧酒 最初的动因有可能是酿造酒割坏了 又舍不得扔 又不能喝 这怎么办呢 就用道家的蒸花路的方法试试看 一来二去就蒸出烧酒来了 看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李时珍说的对不对呢 看来也有问题 为什么呢 1975年 在河北的承德出土了一具地地道道的蒸馏酒的蒸馏器 是吧 是铜制的 而出土这个东西的地方呢 正好又在金代的造酒的作坊里 你看看 那就是结合所有的政务 最后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这个蒸馏锯它的功能就是蒸馏酒 它不是蒸馏花 是吧 不像以前 宋代以前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呢 是金代 是吧 金代的大定年间 换算成宋代的这个时间呢 那时候 北边是金朝 南边呢 是宋朝 已经是南北分治了 对不对 南方这个宋朝呢 叫南宋 也就是说南宋年间 北方的金代这个时间 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地地道道的蒸馏酒了 这个蒸馏酒呢 就是烧酒 就是白酒 也就是说 烧酒由于有出土的食物 又有文字记载就可以证明 在金代 南宋 一直到元代这段时间里头 中国就出现了自己的烧酒 这和以往的一些说法是不一样的 以往怎么说呢 烧酒是从西方传来的 是从国外传来的 看来不是 是吧 当然 国外也有烧酒 这个中国呢 也有自己的烧酒 中国的烧酒呢 是粮食蒸馏而成 本来就是粮食酒 酿造酒都是粮食酒啊 最初是用米做啊 后来用一些其他的粮食做啊 做出来的都是黄酒啊 这黄酒蒸馏过之后就是烧酒啊 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喝的白酒啊 就是这样的酒 西方呢 跟我们这个路子差不多 但是西方最早造酒 主要是用果造 果子造的酒 当然 也用粮食 他用的粮食和我们用的粮食不太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最初也是酿造酒嘛 先出现酿造酒 后出现蒸馏酒 他最先出现的酿造酒 一个是果子酒 像王母酒啊 葡萄酒啊 这些东西都是果酒 对不对 还有呢 是粮食酒 用粮食做的酒是什么呢 用麦子 大麦做出来酿造酒是啤酒 对不对 好 那后来他们进行蒸馏过之后 变成什么酒了呢 就是你看这个葡萄酒 蒸馏过之后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熟知的 叫白蓝地 啤酒呢 蒸馏出来之后呢 叫威士忌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 现在做的威士忌 现在做的白蓝地已经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了 但是从这个酿造酒到蒸馏酒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之清晰 跟中国走的路 技术途径差不多 技术途径差不多 但是用的原材料 这个其实还是有些区别 所以《红楼梦》里边提到的这个烧酒呢 就是粮食酒 也就是黄酒 酿造酒 然后经过蒸馏之后成了烧酒 这个烧酒呢 还有各种喝法 有直接喝 就直接就这么喝了 这烧酒 还有呢 要用这个酒来泡各种各样的东西 说到泡呢 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 《红楼梦》里是用什么荷花花浸酒 是吧 用荷花花泡在酒里边 其实其他的花也可以往酒里泡 是吧 那么用这个酿造 用这些花酿造酒呢 是另外一个技术路线 酿造出来还是黄酒 但是用荷花花泡的烧酒 他泡完了还是烧酒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里边呢 就我们要提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三国演义》里边说的这个 《竹酒论英雄》曹操和刘备 两个人 这竹酒新熟 背了一盘青梅 两个人坐下来 就开始谈论天下大事以及天下英雄 对不对 这时候还打了一个雷 把刘备吓得筷子还掉地下了吧 叫施柱 实际上是雷吗 不是 是因为曹操点出来天下英雄 唯使君于操耳 就我们两个人 这把刘备给吓得一跳 这说破英雄惊杀人啊 是吧 所以巧借闻雷来掩饰 我就听这个雷 我吓得筷子掉了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是因为说破英雄 好了 我们主要要说的就是这个青梅煮酒 青梅煮酒很长时间被人误解了 就是用青梅放在酒里边煮 这叫青梅煮酒 或者呢 把青梅放在酒里边泡 是吧 这叫青梅煮酒 都不对 是吧 青梅是青梅 煮酒是煮酒 这个酒名字就叫煮酒 因为里边说的很清楚啊 叫煮酒新熟 跟煮梅子没任何关系 青梅干嘛呢 青梅是佐酒用的 等于下酒的一种果子 是吧 是这样子 一边喝酒 一边咬一口青梅 是这等喝法 是吧 所以青梅煮酒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 不是把青梅放在酒里煮 是吧 也不是泡 这个酒叫煮酒 因为酒呢 是酿出来的 酿也可以叫做煮 但是是不是煮出来 把它煮开了以后 这个概念呢 不是 是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烧酒 还没有蒸馏这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这是青梅煮酒 好了 除了烧酒之外呢 洪梦还提到了一种酒 叫西洋葡萄酒 就是在六十回吧 这个五二方官那个玫瑰鹿 是吧 就以为 看红红的以为是宝玉喝的葡萄酒 西洋葡萄酒 你看 没有正面写宝玉喝西洋葡萄酒 但是 这里边这段文字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宝玉平时是喝西洋葡萄酒的 你看看 这个西洋就是进口的了 就不是中国的 西洋这个葡萄酒呢 就是用葡萄酿造的酒 就不是绍兴酒和汇泉酒了 对吧 不是这种酒了 那么这种西洋葡萄酒 所谓的西洋葡萄酒从哪来呢 理论上说 中国很早就有自己的葡萄酒 张千通西域的时候 给汉武帝带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葡萄和葡萄酒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时候 西域的这些国家呢 进贡给汉朝的 还有什么汉学马呀 还有很多东西 但是这个葡萄酒呢 引起了刘彻的注意 这汉武帝啊 他就注意了 他非常喜欢这东西 他就在他的宫殿四周 就种了一些葡萄 他每天都去看 把葡萄收下来之后呢 他亲自盯着酿酒 酿出来的葡萄酒 他非常喜欢 他给赏赐给大家 可惜后来经过东汉以后的 这个三国呀 这个之后的战乱之后 这个葡萄酒园子就慌掉了 也就是汉武帝刘彻是最早的葡萄酒庄的庄主啊 是吧 是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庄啊 是吧 当然葡萄种子还是从西域来的 这种酿法也是张谦通西域带回来的 汉武帝刘彻最初做了一个实检 但是后来可惜没有传下来 那么后来呢 这个葡萄就停留在西域 离大概汉王朝的都城 有大概一万里 五千公里的样子 这样子 那一直到明清两代 还不断地有这些西域的葡萄酒进来 是吧 这个西域就已经是一个广泛的 一个泛西洋的概念了 所以所谓的西洋葡萄酒 宝玉喝的是不是法国的波根地 或者是什么波尔多这些地方的葡萄酒呢 是吧 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最大的可能喝的还是西域的葡萄酒 这里边他们称之为西洋葡萄酒 好了 这就是《红楼梦》里喝的酒的种类 但《红楼梦》里写到酒的场面可是非常之多 还有各种各样的喝法 那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咱们下一讲接着聊